好 到菜市场买鱼或是买鲜炒 你随便叫一声熟粉 致敏 可能都会有人回头 这是蔡琪阿米亚 但是未来呢 这个蔡琪阿米亚也换别的名字 健保署公布了新一代的蔡琪阿米亚 发现新生儿当中 男生取得最多的叫幼翔 女生是宇童 那么听起来相当不错 都是偶像剧里面男女主角的名字很梦幻 这也显示蔡琪阿米亚现在也与时俱进 品妍 要 陪又欣 要 幼稚人老师点名品妍小妹妹有两位 这个梦幻名称呼喊一下回头率很高 凯恩 要 凯妮 健保署最新同系 新生的菜市场名大喜牌 男宝宝命名又翔又婷语恩最夯 女孩名字热门排行则是语童 品妍 永勤 年纪少长冠婷 家豪 宜君们可以靠边站了 现在的家长可能在知识文化各方面 都已经跟以前都不太一样 认识的字跟意境也比较高 所以还有就是说可能也比较明信一些 出来的搭配组合幼和瑞系列就各有三个 女生则爱用铜和鱼 有趣的是前十名用铜命名的名字 念起来读音都叫做鱼铜 梦幻又失忆的幼是宽恕饶恕的意思 铜则是指红色的云 在大概五年十年之前是用的比较少的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使用为了避免重复 所以使用有比较多 然后就是大家会普遍流传 命令式的范本造就新一代菜市场名 从春娇致命到幼祥与童 每个名字都肩负父母对孩子的期待 这个歌唱成为台北什么了